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灘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灘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影響記錄照庫 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帶大家瞭解到一些正義性事件 背後值得我們要關注的議題 我們在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能夠看背後的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有Podcast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也期待您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民眾的捐款 透過公眾的力量 才能夠讓獨立媒體走得更遠 更好做更多深入的報導以及討論 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在前一陣子13月23號 香港基本法23條正式實施 是我們可以更深入的來談這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上禮拜有稍微的跟大家講解一下 香港基本法23條的大致上面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美國喬治城亞洲法律中心的研究員李恩浩 恩浩在我們的線上跟我們一起來聊天 恩浩你好 光老師你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謝謝恩浩 恩浩特別剛好來到台灣 我們有這個機會來訪問您 來談基本法第23條 雖然在台灣很多人大概都聽過香港基本法23條 或香港基本法 可是什麼是香港基本法 也許大家在台灣的一些朋友可能還是相對比較陌生 所以可以先請你幫我們介紹一下什麼是香港基本法嗎 那有人說香港基本法的位階其實有如在憲法一般 但是它真的是有這樣的一個地位嗎 這個是一個很巧妙的問題 因為香港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在1984年中共跟英國訂立了這個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根據這個聯合聲明 中共要為將來香港回歸中共或者是主權移教之後 就是1997年之後就是有一個限制性文件要處理香港的在中共內的一個憲政地位 那當時就開始朝以一個我們通緒就稱作為小憲法的文件 就是基本法 但是這個有兩種兩種理解吧 我覺得大部分香港裡面的香港的市民 香港的公民社會法律界 他們會把香港的基本法會看成是一個小憲法 因為它裡面很大 所有的內容都是去決定香港政府跟中央政府的關係 和香港政府跟香港居民的關係 它裡面的結構其實都跟一個國家的憲法沒有兩樣 但是對於中共來講 中共只是覺得基本法是在中共一黨黨國體制之下去授權 給香港這個地區一個小小的城市有一個自治的權利 就是清作特別行政區 在這個特別行政區裡面就有一部文件 就是去界定香港的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和中共和中共主權國的關係等等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模糊的地方 就是在過去中共也不會否認 香港的基本法是有一個小憲法的地位 或者是一個限制性文件的地位 但現在中共只會強調 就是基本法是在按中共全國人大 按中國中共憲法授權下的定義的一套法律 所以從另外一個方面從未接來講 就是構成基本法跟中國憲法的地位 是不是同等的 當然不是同等的在中共的角度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就是在2020年 中共在香港落實港區國安法 就是現在我們叫香港國安法之後 他在香港強力的推動所謂的憲法教育 在所有的基本法的官方的網頁 本來只有基本法的內文 就是在官方的網頁 但現在他已經要接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作為了解基本法的首先第一個文件 就是把中共的憲法 跟香港的基本法一塊來讀 這是一個新的香港的憲法教育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根本的分別 在以前在香港念法律的學生 在念法律的老師他們叫憲法的時候 他主要是叫基本法 現在中共香港政府要推動的憲法教育 就是要把中共的憲法也放進去 香港本地的普及法律教育裡面 所以這一部分感覺是一個認知上面的誤差 可是你剛剛談到一個非常重要概念 就是一種模糊化 就是我這個法律我要用的時候 就幫你當作是基本法 包括中共他也不會去否定你這樣子說法 可是實際上我要覺得你不是基本法的時候 你只是在一個特區的法律的時候 我就可以伸手去破壞原來的 你們所認知的基本法的概念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在基本法的設計裡面 本來就有這些的機制 可以讓中共可以有一種模糊性 或者是有空間去做一種干預 北方香港的基本法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或是有一些法學的學姐也會認為 儘管沒有香港的港區國安法 或者沒有23條 其實已經有兩個很大的局限 第一就是這個基本法的限制 換假裡面是沒有確定將來民主普選 就是那個形式是怎麼樣的 第二就是儘管他強調香港是有司法獨立 香港是有一個終審法院 就是能夠有最終的裁斷權 在法庭的案子下面 但是最後也是讓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 可以去透過解釋基本法 能夠去改變法庭的判卻 或者是影響法庭的判卻 所以這是在這一種限制性文件裡面 當然裡面有很多憲法的元素 還有權利的保障 界定人民跟政府的關係 強調三權不同的分工分立等等 但是也是能夠讓中共主權國 能夠透過沒有民主的體制 還有這個能夠從主權國去凌駕本地法院 去做解釋基本法的一些做法 就影響香港內部的限制秩序吧 那我們今天的重點 除了這個基本法的一些基本的認識之外 更重要的是這個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可以幫我們結束一下 這個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的 主要的內容是什麼 那我想很多人也很好奇 既然有了這個港區國安法之後 為什麼還要這個定這個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呢 對我想可能要 要有一點歷史的背景 就是在什麼是基本法二十三條的 簡單來講就是在這個基本法條文裡面 它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在主權移交之後 它要執行立法去維護國家安全 你單看這個明目其實就跟其他的國家 或者司法管轄區沒有兩樣 因為每一個司法管轄區也有方法去保護國家安全 它有自己的國家安全法等等 這個是表面上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那為什麼二十三條立法會引來這麼大的問題呢 我們要先從1989年說起 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時候 香港人很多香港人上街支持學生運動 他們不單是用腳用遊行來表達他的支持 當時又超過一百萬人到街頭去升還大陸的學生運動 他們還做了許多求集資金資源 然後送到北京去支援學生 當時在天安門廣場的抗議 那對北京來講 本來這個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 在八九年學生運動之前就已經開啟朝議 當時已經有討論二十三條立法的內容 包括一些很通用的一些國家安全的最新 比如說顛覆叛亂啊 比如說是盜取國家建議等等 當時在八九六四天安門鎮壓之後 北京覺得香港將來會變成一個顛覆基地 因為他看到香港人支持學生民主運動 在北京的學生民主運動 將來他也不一定會接受中共的統治 所以在八九六四天安門鎮壓之後 中共就在這個香港的基本法二十三條的草稿裡面 再加上兩個很要命的罪信 包括是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本來只是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那個地方政府 之後就把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罪信加進去 還有把一個罪信叫 暗指香港特區的政治性組織和團體 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和團體建立聯繫 進行任何的政治活動的罪信加進去 就像我們現在常常在香港講的勾結外國勢力罪 境外勢力這樣子 境外勢力 對 那所以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 23條的現在我們看到基本法條文裡面的23條的條文 其實就是來自中共對香港人的不信任 就是認為香港人將來也會變成中共的顛覆的勢力 從結果脈絡之後我們看的是 23條立法國家安全立法其實 根本不是說國家安全而是說政權的安全 所以在2003年香港有超過50萬人上街抗議 政府要做這個23條立法 那之後在很多時間 香港人對23條的立法也是非常敏感 而香港政府也不願意做這個事情 到現在因為所有的反對力量都沒有了 政府才有能力去通過這個法律 所以但是他實際上不就是直接用國安法就可以控制香港 為什麼還要再多加了這個基本法的23條了 外界的比較不能夠理解的地方 對我覺得第一方面當然是意識形態的效果 因為從中共的管制我們在過去也會看到 中共當然一方面是很重視實務統治 但是另外一方面能夠完成23條立法也是去表現 中共能夠完成整個香港特區基本法裡面的要求 他也可以表現一個被香港人民一直阻擋的一個法律 他現在已經有能力去通過 也是一種呼應他1989年對香港形勢的判斷 你看現在23條立法在我們今年1月底 政府開始做公眾諮詢 他公眾諮詢的文件內容 大部分都是去批判、譴責外國勢力、境外勢力 要在香港搞延似革命 這些內容順序就是要重複 把香港描述成為一個顛覆基地 也是一種呼應 但我覺得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 儘管我們表面上看 香港2020年北京給香港的香港國安法裡面 已經有很大的空間和很大的權力 給行政當局去做任何事情 但歸根構底 他還是有一次事情他沒有越過的 就是他沒有完全取代香港本地的刑事法律的安排 還有沒有取代香港本地警察 平常可以用的權力 但是23條立法了 他就不單止是把國安體制擴充 而且是把警察的權力擴大 用法律的方法把它擴大 把本地的刑事法律改變 怎麼講呢 在管區國安法裡面 警察要抓不離 他還是只能夠把你扣在警察所48個小時 就是整整兩天 如果警察不控告一個市民的話 他還是要把他放抖 要給他取捕後查 但是在新的23條立法 他已經正式賦予警察 可以把任何人 他抓捕的話 把他留在警察所到16天 而且中間他可以阻止 他會見任何的律師 或者某一些的律師 所以在這個情況是 2020年港區國安法沒有的 第二就是他同時也是改變了一些本地的法律 把本來有一些是在法庭上被告人的權利 比方說他要法庭去公開一些在審前的一些的 一些關於取捕爭議的一些的聆訊的內容 本來是被告人有權利去要求法庭公開 他只是知道讓公眾了解 讓全媒報導 但是現在的改變就是讓法官可以有一個裁量權 讓他去決定要不要公開 那香港的處理國家安全的案件的法官 都是香港的行政首長指定的 法官本來就變成是行政當局去影響 司法機構的一個重要的影響 一個重要的證據 所以這又是在進一步破壞香港本來原有的一些 三權分立或者三權分工的某一些的原則和安排 所以一部分是中共的意志的貫徹 另外一部分他其實上不管是在形式上面 或是實質上面 他都要宣誓我是一個主權的國家 所以你們這個基本法其實已經沒什麼重要性的 因為我可以制定基本法 然後我再把我的手直接控制你們整個香港的社會 所以剛剛談到原本基本法可以一些保障的內容 因為23條的通過 所以這個本來對香港一些可以可能在人權保障上面 可能也都會完全的消失待機或者是瓦解 當然從台灣的角度來講我們就會比較關心 這個基本法23條通過之後 對於台灣或者是對於所謂你剛剛談到境外勢力 會有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在香港23條的立法我們現在正式叫這個法律做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在裡面對境外勢力的定義非常模糊 他不是說外國政府外國的政黨是這個境外勢力 他還是說在外國有一些帶有政治性目的的組織 國際組織等等 或者是跟這些團體是有聯系的個人 或者是團體社團也算是境外勢力 所以你看很多公民團體 學習的團體 宗教團體 全媒團體 很多本來跟政治工作無關的團體 也可以被算進去是境外勢力 那為什麼會這樣指呢 我覺得這是因為中共在國內的大陸的管制 也是對外國的NGO 外國的公民團體有很多的監控 在大陸有這個 規管國制非牟利組織的一些的條例 然後在香港23條的諮詢文件裡面 政府已經把很多公民團體 人權團體定性做一些搞嚴世革命的團體 你看之後政府在推出23條立法查案之前 也公開點名幾個團體 外國的人權組織是反華組織 所以整個做法其實就要把公民社會 外國的公民社會跟香港的公民社會 要捧斷他們的聯系 不要讓香港的人民 香港的公民團體 繼續跟外國不同的人士外國的團體 儘管都是一些慈善組織等等 也不想讓他們繼續有這種聯系 覺得這一種是會影響他們在香港的維穩工作 你剛剛談到一些我覺得還蠻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透過各式各樣的法令 然後去施展它的一個權力 然後去施展它的控制的能量 但是其實眾所周知 這個北京政府它就是一個威權體制 說實在的 這個威權體制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為什麼還要立這麼多的法 那這些法會不會越立越模糊 那我其實很好奇 其實也是你的書裡面有提到的一些概念 就是說這個法對於所謂的威權國家的作用 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有內部的作用和外部的作用 大哥北方在中共內部的管制 他們過去十年在習近平的管制之下 他們很強調依法治國 當然我們知道所謂依法治國 就是黨國體制用法定的方法 用法律和法庭去進行一直的管控 但是對他們來講這些管控還是要有基礎 那些基礎就是有一些明確的條文文字 白紙黑字去說明它有什麼的法律 政府是依法辦事 儘管那些法律可能不一定符合人權的標準 不一定符合法治的標準等等 那在香港也是一樣 它要給香港民眾說儘管你是獲在一個威權體制裡面 政府還是會依法辦事 法律法庭就變成威權統治的合法性和震盪性的一些證據 那是在其他威權國家也很常見 因為他們需要透過法律和表面抗似中立的法庭 去維持他們管制的震盪性 還有就是權力轉移的合法性 那比方在像剛才我提到警察有權力去阻止 被捕人士去會見律師的事情 在法律上它寫的是 警察可以向香港的法院去申請一個守令 阻止被捕人士去會見他選擇個別的律師 或者是哪個他選擇的律所裡面的律師 但他還是能夠選擇其他的律師 但實際上其實就是說警察是有權力去阻止 逼捕人士能夠有選擇自己律師代表的權力 但是中共用這些法條去寫得很清楚的話 其實也是給法庭給市民一個很清楚的壓力 如果你們有很強的守法的精神 你就不應該違反法律 你們不應該公民抗命 那從外部因素來講 當然對很多威權國家它不是 那國際 主力等的元素 那中共要在世界平台要建立它的 法權的結束的話 它還是要向國際社會表明它所有事情 都是合法 合佈它的法條而做的事情 就是這個我們叫法律主義 legalism 或者legality 這邊談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依法治國 但是這個法的解釋一部分到底是 由政府自己來解釋 或者是讓人民有一個依循的規定 但是這個依循的規定好像又是存在的 某種的威脅 就是如果你不依法 那你就是一個壞人 你就是一個壞蛋 你就是一個罪犯 那所以整個法的這個詮釋 或者是這個定義上面的正當性 事實上都是掌握在這個國家權力的手上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過頭來繼續訪問我們的來賓 你也很好 他其實除了跟我們分協議 這個所謂的基本法23條之外 事實上他最近也出了一本書 這本書 叫做在假縫中抵抗 從依法治國與司法抗爭的 比較經驗來看香港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來繼續討論這個話題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來賓是李恩浩 他是美國喬治城大學 亞洲法律中心的研究員 在上一段節目當中 我們跟恩浩來討論的這個基本法23條 我們要繼續來跟恩浩來談香港的一些法治問題 恩浩你好 你好王老師 各位聽眾大家好 謝謝恩浩來剛幫我們解釋的這個香港基本法23條 以及跟國安法之間的關係 還有這個法在對於中國政府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當然剛談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現象 就是這些威權國家 他事實上常常會是依法治國依法行政 但他事實上這個法的解釋的權利 或者是這個法本身 又有許多的創造性的模糊 這些概念其實你在你的書裡面 就是在夾封中抵抗 從依法治國與司法 與司法抗爭的比較經驗 看香港裡面 事實上提到了蠻多 這類型的一些概念 跟這些實際上面的現象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蠻有趣的一個部分 就是對很多人來講 我們都覺得是香港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然後其實在這個所謂的中國接收香港之後 其實也看到很多人對港英政府 是存在很多的這種所謂的期待 或者是一些緬懷 這緬懷的不是只有舊的街道 甚至法治的秩序 是一個非常認為很重要的基礎 不過你在書裡面提到一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一些概念 他說你說這時候英國政府在香港主權移交時 通過大部分的人權的保障 這是我們眾所作之的 包括這個選舉的部分 但是你也提到說 同時英國人保留 英國人保留香港若干侵犯人權 以及容許行政機關任意行使的權利法力 這個其實我對台灣的朋友來講 或對很多人來講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你為什麼會這麼說 這樣的一個容許侵犯人權的這些法律 這些條文 對於所謂的北京政府去控制香港 會不會成為它的一個破口 或是一種可能性 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的法治的精神的建立 法治體制的建立 主要是在1970年代開始 這是因為讓香港經濟起飛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在1970年以前 英國對香港的管制 就像其他殖民地中主國 對殖民地的管制很相似 這是主要是以高壓統治 透過移籍不同殖民地的惡法法條 來進行不同形式的壓迫 那英國政府對香港的管制 就是在1970年以前主要是用 主要是透過法律去做高壓統治的 比方我們現在講的煽動罪 在香港的煽動罪 就是以言欲罪的一些罪行 你發表新聞 你發表一些雜誌出版 你也可以被政府說是 你叫煽動群眾 煽動人民仇恨政府等等 那這個法律本來的源頭 都是來自香港1930年代的 1920世紀初到20世紀30年代 裡面是英國給香港的煽動罪行的法條 而香港過去在2019年 有超過六個月的反受力的示威 或者反重重運動 政府也是動用了公安條例去公安法 就是去抓捕、控告 超過幾千到一萬多個抗爭制 那這個公安法、公安條例 也是本來是1960年 英國政府面對中共插動的一個 六次暴動 在香港的定立的一個法條 要全力去打壓這些公開的民眾的示威等等 那所以在這個英國殖民地統治 殖民統治的早期 其實也是透過用盜押的衛權統治 法律管制 就是去建立香港的法 法籍 這個law and order 法律與諜訊的形態 那當然還有很多像其他殖民 英俗殖民地上的情況 就是定立很多有一個緊急法 這是emergency law 就是讓總督可以有無限的權力 去把人民的行動自由去限制 去幹止資金的流動 幹止權媒的運作等等 所以這些本來是香港法律體制裡面 也有的一部分 當時在1989年 剛才講的天安門學生運動被鎮壓之後 就是英國也在香港通過 剛才你講的人權法 就是把國際人權保障 尤其是聯合國公民和政治權力 國際公約的條款放到去本地的法律裡面 在哪個時候 英國政府 殖民地政府也不願意去廢除 剛才講的煽動罪 儘管它是一個以言而罪的法條 但英國也是在處理不同的一些法律 希望是變得更加是有保障人權 但是到了中共解鎖之後 在主權移交前後 中共也動用它自己的機制 比方說他們定立了自己的臨時的議會 立法會 就是把一些本來是已經被修改 被完善人權保障的法條 推倒重來變成在殖民地年代一樣的 侵犯人權的一些的法條 所以就是有一個很弔詭的地方 就是中共現在對香港的高壓統治 也有一部分是來自中共利用 英國殖民地留下來的法律遺產 就是作為打壓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諷刺的事情 這的確是一個很諷刺的 就是我們在檢視歷史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這種看起來好像完全正面 但是實際上面並不是如此 特別是你剛剛也特別的強調 這過去也是一個殖民地的態度 來去統治香港的一些威權的做法 那這個最後也成為一個中國政府 中共政府它會去使用的一些法律的這些手段 跟工具 那另外一部分我也一直覺得很好奇 這香港是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 那當然我們知道金融中心所謂的法治透明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些基礎 所以很多東西清清楚楚是很重要 那但是我們知道通過的這些法律 不管是港區國安法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香港基本法 23條等等 事實上這個法律本身是很嚴格的 所以它沒有這一種所謂的自由度之外 事實上在我們剛剛談到 它可能也是一種模糊的狀況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在這種狀況底下 從某個角度來講 香港應該是中國很重要的金基姆 就從台灣叫金基姆 可是它不會擔心這個所謂的經濟上面的優勢 因為這些法律的制定而產生了一些 很多人就因為擔心害怕或者是 模糊的狀況底下 使得它的某種的金融地位越來越低 當然我們看到香港的金融地位是越來越低 這也是一個事實 但是你在這個書裡面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解釋 叫做雙重國家 這個雙重國家是怎麼樣去維繫 一個威權的體制 但是它又好像有可能會發展出某種資本主義的金融面貌 這個雙重國家的概念是來自於二次大戰前後 一個流亡到美國的法學家Earns Franco 他對二次大戰前德國在建立的一個法律體制做的一個分析 他認為當時希特拉的執政黨 他要在德國建立一個一方面 他要透過法律體制去維持他的經濟的運作 維持善茂的運作 但同時他也要利用法律和法庭去進行他的高壓和恐怖統治 所以在Earns Franco當時的分析 他出了一本書就是叫相同國家 The dual state 就是在一些威權和極權國家 如果他又維持管制的高壓統治的同時 要維持它的合法性 就是要把法庭變成有兩面 一面就是在政治的範疇 在一方面就是建立一個特權國家 特權的體制 就是政府可以任意運用權力去透過法律和法庭 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情 無論是控制、管控、打壓、反對派、打壓意見等等 但同時政權也是很有意思 要保留一個匯範的體制 就是讓法庭能夠繼續維持他們原有的匯範 去繼續他在一些民法、三法、私人的法律爭端方面 是有一個自主度 可以有一個自主性 就是去做他的裁量、裁斷等等 那這個概念在之後也是被一些法學姐去套到 當代的一些威權或者是半威權的體制 比方說新加坡它有這個選舉 但是它的選舉也是有限制 它有司法獨立 但是政黨的那個政府的那個權力也是很大 能夠影響跟司法的權力是不對的 而且沒有開放的公民社會、新聞也是有很多的限制等等 就是用新加坡的概念 因為有一些學姐她會提到就是認為 新加坡的普通法制度就是一個典範 就是一方面 它能夠去讓新加坡能夠成為一個有高度法制的司法獨立勝率的一個國家 因為它在商業法、在民法方面 它有很高度的司法獨立的那個空間 當時在關於政治人權方面的範疇 新加坡的法院其實非常服從政府一些的判斷 非常服從政府的意識形態 它不會做一些很進取的一些的裁斷等等 所以這個就是三窮國家的一個基本的理解 那為什麼把這個概念套到香港去呢? 因為在過去幾十年 香港有很多政府中央或是支持政府的陣營 它會希望把香港變成新加坡 那他們對香港普通法的那個看法 也只是覺得香港的普通法是為香港的商業貿易 帶來重要的優勢 但是他們不關心普通法能不能夠保障人權、法治、民主等等 那在這個脈絡之下 現在香港就是本來已經有一套很完整的一個普通法的體制在香港 但是港區國安法最近通過的23條 其實就是把中共當局 中共跟香港當局它的行政權力無限的延伸 比方它可以指定法官去做審訊 它可以取消陪審團在這些國家安全的案子裡面參與審訊 它可以用警察的權力去把被捕人士延強基樓 不能夠讓他們見個別的律師等等 其實都是把行政權力擴張嘛 它任意可以做它的事情 那就變成兩個不同的法律體制、法律結束 在同時運行 那這個事情能不能夠期許呢? 我覺得最大的情況就是 剛才你提到 過去香港被視為國際金融中心 但這個國際金融中心主要的認證是來自西方國家 是來自四方資本主義國家 那現在的地緣政治的局勢 中共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西方民主陣營其實鬧得很僵 它現在中共對於國際地區 要建立它它喜歡的國際地區 其實這是要靠攏其他的威權國家 比方說俄羅斯、伊朗等等 那香港的角色也越來越變成 是當這些威權體制下的一個白手兔 我們數學都可以講 都是為俄羅斯、為伊朗等等的公司 去繼續他們的商業的運作 避免西方國家的技材等等 所以我就覺得中共已經對香港的定位 有一個很根本的改變了 所以基本上來講 所謂的雙重國家這件事情 也不可能挽回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甚至中共也沒有想要去 讓它變成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在這個三窮國家的體制 我們可以比較二戰前的 德國跟新加坡 其中一個分別都是行政權利 國家權利也沒有自我計月 儘管你說在新加坡的情況 當然是有一個三窮體制 在那個法律體制裡面 但是新加坡政府也是有某程度的自我自躍的 它不會把很多是把一些商業可民法的一些的內容 也是要干擾法庭的運作 但是對香港政府來講 中共來講 它本來就沒有三窮國家的概念 它就是一個黨國體制 它在中國大陸裡面的法律意識形態 在法律體制沒有這種司法獨立的概念 它也不認同司法獨立 你看中共過去幾年大陸的官方文章是這樣子說 所以究竟香港能不能夠回席這一種獲得性 其實我是非常懷疑 其中一個的證據 我覺得就是在今年1月底到2月底 香港政府要在香港進行23條立法的共同諮詢 它只用了20多 不足30天就完成這個資訊 很多人說這個資訊太短了 為什麼呢 最主要我覺得就是因為之後的3月 就是北京要交開每一年的兩會 這是最主要的政治的會議 香港要把立法的安排 要請示北京 要北京決定要不要通過這個 因為如果要密碼通過這個23條立法 這會出現剛才你講的 很可能會直接影響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如果稍微玩一下 拖彎一點 再等一點 可能會讓西方國家 西方資本覺得香港還是會考慮它的國際形象 最後的結果就是香港政府得到的信號 就是要盡早完成立法 早一天得一天 這個很強的信息 北京覺得國家安全的問題 比經濟發展更加重要 很多人對於香港的未來 事實上都非常擔憂 甚至不抱太大的希望 不過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 你的書名 一開始就告訴我們在夾縫中抵抗 看起來你還是覺得有一些希望 跟某種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那個希望 或是那個抵抗的狀態 會是到什麼樣的程度 但是從夾縫中抵抗 就讓我們感覺對未來是有一些希望 那真的有這樣的一種可能嗎 在如果從你的這個所謂的司法的專業 法律的專業的角度來看 怎麼樣在現有的香港 或者說北京的這樣一個法律的系統當中 有這種夾縫中抵抗的可能性呢 我這一本書的標題主要是 我用這個標題主要是 因為我這一本書不但是談香港本身的經驗 我也是參考了許多在外國其他地區 對於民主抗爭在法庭裡面抗爭的經驗 來做的一些的反省 無論是台灣的維利島事件 或者是在南非曼德萊 他曾經面對過的政治的審訊 或者是在美國在巴勒斯坦 面對不同的政治審訊 政治法庭的抗爭 很多時候哪些法庭政治審判的結果 都是符合政權的意願的 抗爭者反對派 在單一個案子裡面總是會失敗 你看美利島事件就是 最後所有人其實實際上都是被判 不是洗刑或者是中心監禁 但是最後的哪一個的結果 這些我引用的地區 他裡面提到的民主轉型等等 其實都是在這些政治審訊之後 20到30年才可以開花 但是如果你這研究 為什麼這個民主化會出現 很多人會跟你講的是 當年以前的政治審訊 給他們很大的啟發和鼓舞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的力量 我覺得這個是給香港 或是為中國還是對法治 對民主有人權有希望的市民 國民他們也會想的是 現在目前的情況也許是很糟糕 也許不是他們的意願 但是很多時候這些政治審訊 這些國家安全案子的審訊的影響 可能要到2030或者40年之後 我們才能夠看到 我覺得這個是這一種的視野 是很重要的 不是因為當下的情況而只有悲觀 如果從目前的事法體系裡面 我覺得尤其是律師的角色是非常重要 其實你看到23條立法裡面 有許多限制律師的功能的一些安排 比方剛才講就是限制被捕人士 去會見某一些律師的安排等等 這些也是反映當局對於這些案件裡面 有沒有律師代表 有沒有一些律師敢於去參與這些案件 是非常的擔憂 非常的要進行一種控制 就是因為他們教育 他們才要定些些限制 因為我們反過來看這個事情 所以反過來講 就是法律專業 而且法律教育其實越來越被的要緊 因為律師他的角色是回復當事人的權利 在這個任何的法庭審訊的案子裡面 他能夠要求法庭要求檢控方 要交代更多的資訊 讓公眾能夠知道 讓傳媒能夠知道 如果而且律師他又在法庭抗辯 或者是被告人他又在法庭抗辯的話 法官還是要給他們理由說 為什麼不接受他們的抗辯 為什麼又給他們定罪 那這些事情就變成 將來的歷史的文本 或者是變成當下 共眾、傳媒、國際社會 能夠知道香港的法官是怎麼辦案子的 我覺得這些的記錄是很重要的 目前香港還是會把這些國家安全的案件 作為公開審訊 我個人覺得在將來密密審訊的情況 不會很難會出現 因為香港還是有國際社會 西方國家聯合國 只是國際的組織還是高度的關注香港 還是要把香港的政治審訊放在陽光底下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教育的過程 無論是對政府 對香港本地的人民 對中國的人民來講 你在書裡面特別談到姚家文的例子 我看那個東西覺得真的是非常重要 很多人都在期待姚家文在裡面的表現 或是希望看到他到底在說些什麼 或者是我在看這一段的時候 也讓我想到那個朱耀明牧師的書 這個超風格言 這個裡面談到他的最後的那個法庭層次 我覺得那個不只是一個紀錄 而且他也是一種啟發跟感動 只是說這個苗或是這個火什麼時候會燒起來 或是那個對民主的這個期待 這個想法還什麼時候會發展 其實不知道 可是至少我們知道當時的人處境是什麼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在自由的體制之下 他絕對可以做 目前至少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一段是讓我覺得 真的真的是有某種的希望跟可能性 這個真的是一種所謂在夾縫中抵抗 看起來好像不會現在發生 或是看起來有點微弱 可是他的影響力恐怕是不能夠小觸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要請教 這個很好就是你在接受 至於亞洲電台訪問的時候 這個電台也因為這個香港國安法 這個基本法23條也就撤離香港了 那你在接受訪問的時候提到說 香港發生的事情在過去的 其他歷史上的威權國家 或是現在仍存在的威權國家 他正在發生 希望能夠透過這本書 是激發讀者去了解不同的歷史經驗 有更全面的這個圖畫 民主的浪潮呢 民主浪潮的倒退其實不是香港獨有 過去十年其實也是全球的現象 我覺得這個結語這個訪談講的 非常非常的語重心長 當然我們雖然是一個倒退 但是我們並沒有那麼的悲觀了 可是我也想要知道 你希望透過出版這一本書 在夾縫中抵抗依法治國與司法抗爭的 比較經驗 看香港這一本書 你覺得給我比如什麼樣的提醒 或是啟發呢 我個人寫這一本書 我覺得有兩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心事 我希望兩個很重要的message很心事 可以跟讀解分享 第一就是華人社會對於法律的理解其實是很深厚 從中國古代的法傑學法家到幾千年的皇朝的統治其實也強調用法律去做管控人民嘛 這是高壓統治 但是華人社會對於法治的意識其實還是要把人權和民主連起來 在香港有高度的法治意識但是香港沒有民主 在中國大陸民眾對法治的意識也不一定跟西方國家是一樣 在台灣雖然曾經經歷過日本人民的統治 但是也是曾經受過長時間的白色恐怖的統治 對於民主法治的發展其實也是過去上十多年的成果 我最重要上帶出的就是法律和法庭和法治是不同的概念 法治社會我們要講求人權的保障和民主的體制 只有法律和法庭沒有民主的體制保障的話 法律和法庭只會成為為權統治的工具 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信誓 香港都是很好的例子 本來很多學姐很多西方國家對於香港是有期待 就是儘管你沒有自由民主的體制但是你還有法治司法獨立 還是能夠把香港回去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城市 但中共就跟你講不會 因為最後權力的來源還是會把整個法律系統 整個法治的體制把它扛掉 第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法律的抗爭 我們正確法治人權的保障其實也是民主運動裡面的一個部分 最後我們還是要看民主問責的這個體制能不能夠落實 香港本來有很好的條件 因為我們的基本法我們一開始講的 基本法的文件裡面已經有很多是民主體制的一些的元素裡面 比方說上權分立、司法獨立、對於公民權利的保障等等 界定政府和人民的關係、政府有志、認去保證人民權利等等 這些元素都是一個民主體制裡面是必定要有的一些的原子 但是很遺憾就是因為香港沒有辦法達到普選 沒有辦法達到民主化在基本法裡面的民主化 所以就有很多威權的統治就在過去幾年不斷延伸 但是在這個脈絡之下最後我覺得還是要講 就是追求法治、追求人權保障 最後也是最終的目的也是要讓人民能夠有這個民主體制的 能夠獲得民主體制之下 如果沒有民主運動的期許的話 其實我們是非常難去講 就是要單單在這個法律的範圍或者是法治的範圍裡面做抗爭 你看我在書裡面引述的一些香港的例子 其實他們本來也不是當然是看法庭的法律記取或者是法理學而已 他還是會把法庭的抗爭視為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就像剛才你提到朱耀明牧師或者是其他過去在雨傘運動 曾經提發表過不曉的法庭陳詞的人 他們關注的最後還是民主化的問題 沒錯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做法 就是其實我們好像對香港的未來不是那麼有高的期待 或是至少在目前為止好像找不到任何的可能性 可是我覺得恩浩這本書其實給我們一種新的可能 特別是我們要回去再去看看這些人在法庭上面陳詞到底說了什麼 他不只是一個歷史的紀錄 他也可能是一個未來能夠展現出來的力量 今天非常謝謝林恩浩接受我們的訪問 讓我們有更多的機會了解香港的基本法23條 以及香港的法制問題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下回再見 謝謝 謝謝